林老师我们知道 其实您从1971年去西班牙 后来七八年 就是又要办两国交流 后来回到台湾 而您刚才提到 海航客气这个事件 这上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 也让你来说 事实上要更了解 自己所生长的这个土地 所以我们从后来看您的画作里面 我们看到大量的水 锡 石头 然后我们台湾特有的一些 丰收的一些果树 然后到最后您那种归乡的这个情境 您是不是从这几个题材 也跟我们谈一下 您整个创作画作的 这样的一个意境 因为我第一次想了解台湾的自然 我进入那时候 不是一张国家公民成立 就可以进去 进去以后让我觉得很震撼 我那时候才知道台湾的山是这样的雄伟 台湾的真面目是这样 因为我们过去对台湾的自然 有一个很大的误解 很大的误解 原因是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西部 中关铁路这个 高度开发的一个中关线上 我们出生受教育 就业 结婚 生活 几乎都在这个线上 那这个地方西部中关线 这个南北中关线 这个地方是 是开发相当发达的地方 所以人都自然都被破坏掉 所以我们那时候 那时候看到了山跟什么 那都很难看 比如说那个溪流 要出来的溪流 都是石头 没有什么水 上面还长草长树 一点都没有浪漫 没有情调 没有美感 感觉到我们这真的没意思 那山也是 哀哀的没什么意思 那今天一山国家 我才知道台湾的山 是国际级 世界级 这么雄伟 这么震撼 这样让你感到 一个心灵上感到 受到很大的一个撼动 这个情况在外国 事实上也没有这么伟大 像日本富士山是象征 富士山为什么台湾 一山 日本就在新高山 就台湾才发现 比富士山更高的山 新的高山嘛 所以台湾这个山是不得了 而且台湾这个气象湾千 这个山你为什么很多人 爬山摆爬不厌 因为每天的这个 景色的不一样 变不一样 每个世界都不一样 所以这爬山里面的乐趣 你觉得摆看不厌 另外台湾的这个 我发现台湾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西的问题 我发现过去的看我都错了 台湾是因为一个岛屿 重量山很高 对不对 那从山谷里面 下雨里面 冲下那个水 经过西流下来 到海那个坡度很斜 所以水冲得很快 很快就冲到海里去 在冲的时候 那个水万马喷腾 力量大到什么 大到十几吨的石头 就可以推得动 那动的时候 动的话 它那个一转动的话 它那个地上 多于一种地震的 微轻微地震的力量 住在西的旁边的房子 都会受到震动 力量非常大 非常强大 所以它的台湾的自然 基本上那个力量 是很野的一个东西 不是你 不是人可以去驯化的东西 不可能 同时当时我就认了 这个对这个石头 开始产生很大的心理力 原因在那里 因为石头从这个深山里面 它的山沿摔下到谷底里面去 它都很大 而且有里有脚 水一直推动 那个那个 这个大一个水 洪水推动 推动了水都 石头开始滚动 然后摩擦 然后断裂 然后到中尾的时候 石头就比较小 比较小 然后怎么样 它的形状就开始 改变非常大 所以到南投石里 水里那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是 是从山出来 那个冲击的这个 原野 这个西野里面 石头非常多 我去看的时候 看到每一个石头 就想起每一个石头 都有非常长 非常久远的故事在里面 它经过不断的练 才会变成现在这个 所以它那个水 是一个大大人 最伟大的雕刻雕塑石 把这个石头这样磨 磨的形状 变化万千 那石头的材质又不一样 每一个石头 都有每一个石头的故事 你想到这一点的话 就是对石头充满了精益 要画石头 就觉得画得非常精益有味 带着一种精益 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 那过去你画石头 你对石头 一点心意都没有 硬硬的也有什么好画 现在对自然 深了解 知道这个石头 是代表一个 很久远的一个历史 它的酝酿过程 就不一样的时候 所以这个东西跟人生有很大 其实人不是一样 它一直磨练到最后 这个饱受磨练的时候 它那个一成熟的时候 那这个心灵上跟石头不是一样 有光滑 所以我开始就对这个石头 跟水跟山 开始这个溪流 开始产生兴趣 开始用心去画 那开始画这个事情的时候 受到外界的很多误解 认为我开倒车 你现在这个潮流 现在走到什么抽象 走到什么观念艺术 走到什么瀑布艺术 你回到写生这个东西 这开倒车 他刚刚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当然我以为我 我死了以后 我才知道我的话 才会被了解 那没有 我很幸运 台湾的新生态就已经看出来了 所以台湾的新生态 但是我认为像杨茂林 连剑新的这些 郭伟伟这些人 这眼光是很犀利 他看出我在做什么 高度肯定 就是我在做什么 他知道 所以进入台湾的时候 因为我那个写生 跟老画家的写生不一样 老画家写生是 拿画家到外地现场去画 但我不一样 因为现场去画 受到很多时空的这个拘束 很多干扰 就下雨风吹都 所以也不能画大话 我出去踩景 去拍照去速写 然后带资料回来 像写论人一样 然后在自己画实内 画大话 然后自己重新构思过 就只要把对大自然 感动那个感觉 那规定带回来 重新融合 融合 然后去把那个感觉表达出来 把那个大自然的力量表达出来 那为什么画越来越画越大 没有这么大 台湾的力量的气势表现 无法表现出这个气势 对对对 所以开始就越画越大 越画越大 伟大 那后来这个大话到最后 渐渐被接受 大家真的 哎呀 那完全跟以前的画都不一样 那完全变成一个台湾的这个 这个自然的力量在这里呈现 像这个出来以后 第一个来看我这些画 那个一个叫陈永兴 他一看就知道 哇 你这个画他可能也很好 那陈永兴让我最特别是 他看他做的戏后 他写封信给我 他讲一句话 我今天还是 可可明日他说 我代表台湾感谢你 是 他是一个多么 一个对台湾的爱多么深刻 对对 他真的有人对台湾的这个 这个这个乡土表现这样的一个 一个高度 他感到感动 他说我代表台湾感谢你 是 是